大家好 欢迎到平台工程的这个分会场 平台工程在昨天已经分享了一些议题了 那今天呢还有好几个议题 那就从我今天分享的这个议题开始 那昨天呢大家看到了很多项目相关的 对吧 比如说K8S 非常多的很具体的技术的干货 我看了整个平台工程议题的日程 我的主题是唯一一个误须的主题 所以代码写多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么多的平台 对吧 那在过去的两年呀 平台工程有非常多的一些起起落落 对吧 大家从国外到中国都看到很多人在吵架 对吧 DevOps已经死掉了 平台工程永存 对吧 有非常多这样的弄调 那今天呢 我尝试去梳理我们在中国平台工程 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过程 帮助大家去理清整体的一个脉络 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在我们做平台过程中 怎么能把平台做得让用户更满意 让开发者的体验更优 对吧 好 那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主要是从我们当前的一个现状的梳理 就包括了一些关键事件和时间轴 然后也尝试去回答当前大家有一些初步共识的 说到底什么是平台工程 你说的平台工程和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开始吵架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会尝试去给出一些自己主观的一些判断和想法 平台工程与开发者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怎么趁着平台工程发展的这个趋势 去重塑我们的开发者体验 让大家对软件开发这件事情更happy一些 那最后呢会尝试给一些当前的这个挑战和未来的一些趋势的判断 那再次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是为什么是我来讲这个议题 坦白讲我这个议题第一次是没有通过的 我这是一个后部议题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去聊一个 物须的平台工程的话题 大家想一想如果全都是讲代码的 也挺不聊的 对吧 非常幸运 然后我是从2021年底开始关注 说整个大规模的DiveOps交付中 这种复杂度挑战度规模化的问题 到底在企业中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它 然后就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那接下来我会尝试梳立这些新的趋势 另外呢我们也在国内开始尝试组织 平台工程相关的社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后面去加入我们 在我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关注到这一页上的内容 但是我在准备完了之后 想再回顾一遍的时候发现 我大家知道全球最著名的这个平台工程社区 现在呢已经这个slag频道已经有15000的这个会员了 这些同学都是相当活跃的 然后这个国际社区呢 它把整个平台工程发展的历程做了一些梳理 大家从这个上能看到 国际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那同时呢 中国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slag频道是有China的频道 并且我们还创建了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城市的一些活动频道 当前的人是非常少的 不到100个人 几十个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一起去探讨 那我们从这个时间轴上可以看到啊 跟社区相关的 就包括社区的这种网站 然后社区slag的那种基础设施 对吧 那再次之前呢 这些事情不是空穴蓝风 是有些理论的基础的 那大家知道最著名的有一本书叫 团队拓谱 对吧 那国内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 那后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当然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看到新兴技术的这个成熟度曲线 所谓的操作周期里面 咨询分析机构是怎么认为 平台工程这种趋势的 那这是国外的一个大致的状况 这个材料在我们的官网日程中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后面可以详细的去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国内的一个基本状况 那跟国外同步 我们基本上在21年之前是没有什么大的动作的 很多人几乎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其实这个名词在2000几年的时候已经有了 它的概念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对 所以在中国呢 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 技术雷达终于把平台工程推到说 我们尝试去试验和采纳它 最早呢只是去观察 然后刚才说的团队拓扑这本书 被翻译为高效能团队模式 这本书呢大家可以买到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看过 对吧 它把平台团队跟业务团队的交互呢 定义为三种交互方式 把研发团队的类型定义为四种类型 对吧 有一些高度的抽象 那同时呢 也有看到一些自媒体 开始翻译国外的一些文章 包括弄平台工程的价值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引爆点 就是Gartner在2022年的时候 给出了2023年十大战略趋势之一 他把平台工程列为其中的第五个 大家都看到 因为咨询公司是根据它的客户的一些实践现状 来看这个事情的 对吧 所以接下来InfoQ的这几篇文章 就让这个引爆点进一步地放大了 就大家在自媒体上 社交媒体上开始吵架的时候 这些文章呢 是非常容易获得这个关注点的 流量是很可观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也尝试去梳理 然后在22年底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平台工程的2023 其实最早叫2022 然后年底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发出来 在2023年发出来了 直接把标题从22改成23 那我们重点是阐述了 说在云原生重构 时代怎么去重构 研发组织的文化和这种组织架构 我们从平台工程 到底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接下来呢 就有更多的这个一些组织了 比如说CNCF的有一个Tag 叫应用交付Tag 它发布了一个平台白皮书 这个图我在昨天的某一场演讲中也看到了 后面也会给大家展示 并且我把它这个图呢 翻译为中文 让大家更好去理解 那接下来 还有像Puppet发布了平台工程现状报告 那这里有个小插曲 大家知道Puppet每年都发布的是 DevOps的这个 The State of Report 对吧 然后平台工程一伙 它马上把名字改掉了 我就叫平台工程现状报告 这显然是非常取巧的一种方式 那说明 大家是尝试往这个方向去探索的 那再接下来 大家就看到23年 然后Platform.com 就是国外的这个平台工程社区 它其实从22年就开始办会 但是22年其实国内没什么人关注 到23年的时候 我们也尝试给大家去推荐这个会议 让大家去关注 包括我们记得有阿里的同学 也有参与这个会上的一些分享 我觉得最值得说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跟InfoQ合作 做了一个系列的极客有约的直播节目 跟阿里 字节 还有Cold Rover 这三家公司的同学 做了三场直播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在线直播有7万人 是极客有约这个节目 创办以来的记录 我们也没想到 在中国有7万人想了解 平台工程到底是什么 那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新的 东西的一个兴趣 所以在9月份呢 我也挂名了一个出品人 有一家初创公司叫Seal 他也是本次这个大会的 初创公司的赞助商 他发起成立了这个国内首届 平台工程的技术峰会 在9月初在北京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也同步去成立了 平台工程的社区 PEcommunity.cn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 同时呢我们从上半年开始 信通院的这个行业标准的一些研讨 那多家公司有参与 在前大概是Q3这个时间 信通院发布了企业级平台工程 综合能力的一些要求 然后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对吧 Gartner去更新了它的这个成熟度曲线 平台工程直接往上爬了一个台阶 并且把内部开发者平台 新增加到了这个曲线中 那内部开发者平台被认为 是平台工程落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你能实际观测到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我对整个国内的 这个时间线的一些回顾 包括中间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 好 那我们再大概看一下关注度 对吧 从谷歌搜索引擎 我们能看到全球的趋势 比如说这个下面这个是一年的 一年的这个搜索引擎的这个趋势 上面是五年的 所以从数据上看 左边蓝色的呢就是平台工程 对吧 然后右边呢 我是跟Developes做了一下对比 所以从这个节路上能看 说所谓Developes已死平台工程永存 真的只是一个口号 跟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对吧 因为这个趋势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数量级 多个数量级的差距 那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的情况 国内的大家知道 一些搜索引擎的指数不是很靠谱 对吧 那我们就看大家最活跃的社交媒体 微信指数 这是微信指数平台工程的这个情况 大家能看到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人讨论 一旦发生一个关键事件 马上就有人开始讨论 而且增长得很高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跟Developes去对比一下 发现 在国内一旦有人讨论平台工程 他平台工程跟Developes的差距 其实不是很大 我理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关注和讨论平台工程的跟Developes 是同一拨人 对吧 总量还是这么大 OK 那我们看到这些新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多 包括CNCF整个技术全景图 已经有1000多张卡片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新兴的技术 风风扰扰 我们怎么从这种 去理解和把握它 其中的一些规律 特别说 具体技术还好 对吧 有代码 有实实在在的一个项目 我们在Developes上能看到 但是你突然冒出了一个平台工程 也没有人去定义它 大家一堆蜂蜂而上去喊 哎呀我要搞平台工程 老板汇报一下 我们要搞个新东西 或者说我们要再往前进化一下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呢 那有一些理论上的指导 第一个 这个技术采纳的这个因 生命周期 对吧 大家知道有这个鸿沟的理论 所以这个理论呢 能帮助我们判断说 在当前某一个技术或者方法 它处于哪一个阶段 你是创新的阶段 还是早期采纳者的阶段 那早期采纳者要往早期的大众 中间是要跨越这个鸿沟的 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项目 都在这里挂掉了 这是 这是著名的这个鸿沟理论 而且它是继续实践的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有些项目会夭着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那就是Gartner的这个技术承受度曲线 我们也叫炒作周期 对吧 就是你爬到这个 预期的这个峰值 就你的期望远远超过实际情况的 这个峰值的时候呢 一定会回落到一个相对理性的水平 然后按照这个规律本身再去 持续的去发展 那我们参考这些规律 然后再结合Soutworks发布的技术雷达 我们尝试去理解每一个阶段 平淡工程 它的一些关键的特征 那我们从这个上面也能看到 平淡工程的这个眼镜的情况 在2017年的 对吧 然后一个阶段 2022年的一个阶段 一直到2021年开始采纳 它是从下面一直往上走 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能看到 它逐步的再去成熟 哪怕最早有人 2017年就开始提平淡工程团队 对吧 平淡的这种产品应该怎么去做 但是依然没有一些基本的共识 一直到2021年 咨询公司 分析公司发现客户 已经有一些实践了 它会尝试把这个往前去推动 那继续这些理念呢 我们会往下继续走 就看到了 刚才提到的 炒作周期 这是平淡工程 从2022年的早期创新的 已经爬到了这个接近峰值了 对吧 期望过高的这个顶峰 所以 不管是国内还国外 现在确实是吵架的多一点 干实事的还是少一点 在后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 当前大家的一些基本共识 OK 那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提到 2023年 它终于新增了一个 对吧 那整个2023年软件方面的 软件工程方面的这个新兴技术呢 它把它分为四大主题 其中第二大主题的名字就叫 开发者体验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 说这些开发者体验 我们到底为什么关注它 以及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对吧 是体验的哪些方面 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内部开发者门户 而且它一出生就爬到这了 所以它跟平台工程师息息相关的 我们去年也没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过程 对吧 甚至后面我们还会讲一下说 这个到底是内部开发者门户 还是内部开发者平台 甚至还有内部开发者社区 哎呀 概念实在是太多了 OK 那不可避免地提到这本书 对吧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本书的精髓呢 就这两张图 他认为 所有的研发团队 分为这四类 然后等一下下一页会有中文的 说流逝的这种对齐团队 是吧 直译就这个意思 那实际上在中文里 也就是我们的业务开发团队 比如说我在微博 有做应用商店的 有做游戏的 有做金融的 有做浏览器的 他们是业务开发团队 然后呢 有做负能的团队 有做这种复杂子系统的 比如搜索引擎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复杂子系统团队 然后就是各位 在座的平台团队 今天和昨天参加这个大会的 绝大部分都是平台人 对吧 你不管是做数据的 做网络的 做基础设施的 然后这些团队之间呢 然后相互去配合 然后整个研发的工作呢 像流水一样往前去流 那这个配合的方式 有三种 第一种促进的 第二种协作的 第三种 通过提供 service API 的方式 让你的业务团队来使用 它是基于一些成功的 这个平台团队 然后抽象总结出了 这样的一个定义 好 我们看一下中文的名字 就听上去有点距离 对吧 但是我觉得 译者是充分地考虑了 我们的这个中文的状况 以及国内的研发现状 它叫做高效能团队模式 然后把它的这个图呢 也做了翻译 复杂子系统团队 复能团队 产品导向团队 我们也叫业务开发团队 对吧 平台团队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模型 但我个人认为 这个东西不是放到任何地方 都百分百OK的 比如说对一个初创公司 它可能就没什么平台团队 对吧 因为它是业务导向非常重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尝试去回答 我们到底 在说平台工程的时候 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会尝试从这个 所谓的黄金圈法则 对吧 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们关注平台工程 有两个关键的事情 第一个 我们对现状不满 比如说大规模的 development实践 有一些观点认为 实践中很多企业里面的 所谓大规模 development实践 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推特这家公司 对吧 现在叫X 8000人变成2000人 公司照样运转 所以是谁少了呢 对吧 是业务团队少了 还是平台团队少了 还是复杂子系统团队少了 看起来好像有影响 确实有影响 对吧 大家可能用的过程中 当机了都没人处理 但是本质上说 8000人变成2000人 中间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 这是非常鲜活的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 对现状的不满 让大家希望尝试 新的方法论 新的理念 去解决development 当下的一些关键挑战 第二点是 我对现状其实还觉得可以 但我追求更高 更快更强 所以能不能做得更好 这是为什么会关注 平台工程 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然后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认为说 你不管你这个平台工程 怎么定义 但是绕不开的就是 我们关注的依然是 研究软件产品开发 及其生命周期相关的 这种机制流程 以及相关的一些工具的 这样一个学科 当然这个学科这个提法 是Gartner定义的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学科 然后Soutworks呢 把它做了一些拆解 定义了什么是平台 什么是平台工程 以及平台工程本身的目标 他认为就是为了优化 开发者的体验 加快他们为客户 创造价值的这种速度 所以不管你怎么度量 所谓研发效能 开发者生产力 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最多是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 范围略有差异 那同时呢 也有一些官方 所谓官方的一些组织吧 比如说我们也整理了一些数语表 因为设计的数语太多了 对吧 所以在GitHub上 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讨论平台工程的时候 设计到的一些数语表 有人也给了平台的一些属性 说什么是平台 常见的就像平台机产品 Pub 开发者体验 文档与上手 就有个新同学加入到这个团队 他上手的速度和体验 是什么样子的 自服务 降低认知复合 可选且可组合 我觉得这一点 在国内是非常难做到的 就经常有公司做一个平台 全推对吧 因为老板要求必须使用 业务团队是没什么选择的 就是我现在要升版 限期你在某个周期内 把它升版完成 那最后一个是默认的安全 或者叫缺省安全 OK 那刚才讲了一个基本的触发点 大家的触发点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希望改变现状 然后对现状的一些挑战 然后去找新的解决方案 或者说我对现状其实还算满意 但我追求更高的目标 那这个时候大家 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去尝试定义它 对吧 比如说第三方的分析咨询公司 给了非常多的定义 我们都尝试把它翻译为中 我让大家更好去理解 包括这家公司 大家知道它在整个软件生产力方面 更云了很多年 对吧 大家用的项目管理的工具 知识管理的 它也给出了自己对平台 和平台团队的一些理解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初创公司 包括这些公司 有些在CNCF也有一些孵化的项目 他们也讲了他们对平台工程的理解 然后CNCF的这个白皮书 也就是APP delivery的这个tag 我也在里面去学习 大家怎么去给它做一些定义 同时这个tag呢 最近也在做一个平台成熟度模型 尝试去定义平台当前的这个成熟度 然后当然了 离不开这个大神 对吧 软件大神 初来发表的所谓数字平台的这个观点 当然这个观点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了 所以这么多人有了这么多的提法 那回到上一页 我觉得是始终是没有 没有离开这个东西的 就大家依然关注说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 跑到某个地方找一个人 申请一台服务器 这个时代早已经过了 整个原生的发展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便捷 对吧 这个基础设施就像代码一样 直接可以调用 我感觉比以前体验已经好多了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满意 对吧 那这所要解决的就是新时代 需要一些新的这种探索 那我们继续往下 这就回到昨天的这个白皮书了 对吧 昨天我们有看到这张图 然后这边展示了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大家尝试去理解说 CNSF这个tag工作组 发表的这个白皮书 它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些信息 就从CNSF的这个角度来看 说我们怎么理解平台 为什么会有个平台 对吧 到底什么是平台 平台的属性 平台团队有什么特点 平台存在什么挑战 我们怎么认为一个平台 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这是整个白皮书里面讲的内容 包括平台应该具备的能力 那大家能看到上面是我们的应用开发团队 对吧 下面是我们平台自身的这种能力 和服务的这个构建 中间就是我们通过整个平台为业务开发团队提供这个支持 所以大家会想到说 我是做数据库的 对吧 我是做监控的 大家离业务的距离是有差异的 这是我们后面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好 为了让大家对整个平台工程有更全面的认识 那我们也有一个awesome list 在GitHub上面 这个awesome list呢 大概讲了数语表 然后业内常见的一些解决方案和项目 以及有哪些会议活动大家可以参与 社区图书 最近有一本新的书叫 Platform Engineering on Kibba S 这是一本新的书 我看了这个书 本质还在讲Kibba S 但是它挂了平台工程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风潮 对吧 大家会想办法去往前去推进这件事情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文章的列表 大家可以去参考 OK 那最后再提到一件事情 所谓成功的平台 对吧 大家说我做了很多平台 这些平台之间还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怎么去度量它 那我们按照比较中文的说法 就是一个平台要成功 那我们是辅助业务去交付价值的 所以我们用成人打击 这样一个词来概括 所以我们能看到大声也去讨论了说 我们不能为了做一个平台而去做平台 对吧 平台团队的职责不是说 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平台 这个平台很多很强 对 但是我们得想一想我们做这个平台到底是给谁用的 他买不满意 对吧 有没有当下给业务交付最关键的价值 所以平台我们认为通常是为业务团队提供支持的 那业务团队的满意度 它的体验 业务的成功 就意味着我们平台的成功 大家会有一个问题直观的问处来说 我这个公司业务因为各种原因挂掉了 那你不能说我平台做的不好 对吧 但其实大家会想一想 我们做平台的资源 所有的投入就是靠业务的收入来支持我们做平台的 对吧 平台做的再好业务没有成功 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平台非常成功 虽然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对 然后我们自身呢 平台自身的能力 使用体验和成熟度 也代表着我们自身的这个成功 这是我们尝试去度量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后面呢会介绍一些度量的框架 OK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重点会介绍说 平台工程与开发的体验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非常有默契的 对 就我之前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有一天也看到说 Luca应该是平台工程社区的一个产品经理 对 他是那间公司的产品经理 他在社区是非常活跃的 他认为说 所谓开发者生产力和开发者的体验 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吧 那在国内我们会更多的叫研发效能 工程效能 或者叫开发者生产力也OK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多人都有的 不只是说有一个同学突然冒出来提的 我尝试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国内每当我们提到度量的时候 大家都会吐槽 说有个公司啊 用了一个指标代码的行数 解决bug的数量 去看工程师的这个效率 对吧 大家就会开玩笑去这样吐槽 那这一点说明了说 所谓研发效能 工程效能 其实不是开发者的视角去关注的 它是组织的视角 组织做了投入 雇用了很多工程师 对吧 希望去度量你的这个 技术的产出是什么样的 你的自身的效率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视角 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但它对开发者来说 其实不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视角 开发者的视角是 开发者体验 换句话说 假如各位你换了一份工作 你去到新的公司 你会跟上一家公司 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在这家公司写代码的这个体验 跟上一家公司的这个体验 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获取基础设施的这个便捷度 我整个CIC的流程 产业平台的这个便捷性 对吧 是我看Redmi文档 我就能自己搞定 还是必须要发个工单 还是必须去找一个人 我才能完成 我在这个公司的第一行代码的提交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以后 你所在的公司如果想招聘 完全可以增加一条 我这个公司的开发者体验 是什么样的 我的产业平台 有什么亮点 我觉得能真正的吸引到 优秀的工程师 这是我们理解的 平台工程为什么会关注 开发者体验 OK 那开发者体验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人增关注 比如说 左边这一幅图 是整个平台工程 成熟度模型的调研中 出现的一个情况 说你的这个用户 平台的用户 是怎么跟平台去交互的 我们能看到 有很多人 还会使用公单 其实公单是 剩下的90%多以下的那个问题 确实需要公单去解决 对吧 大部分情况 公单不应该成为首选的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平台说 做一个平台 我的公单系统很牛 对吧 大家提过来 我公单系统详细的记录了 有多少请求过来 我的处理时间是什么样 这是公单本身的能力 但是公单不应该成为 大家相互交流 解决问题的首选 因为感觉回到传统行业了 对吧 第二点是SoudWorks的咨询师 这位同学 也尝试去分析了说 所谓的业务开发团队 业务开发者 和我们的平台开发者 他的能力要求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 开发者体验的时候 需要严格区分的 比如说我们公司招聘 一个渣化工程师 那你得关心 这个渣化工程师 他是写安卓APP的 还是做平台的 还是做业务的 他对平台的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他的能力的 这个模型 我们从这个指标上 能看到说 当我关注开发者体验的时候 我们重点是指 业务开发者 使用平台的这个体验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区分的一个事情 不好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 最重点一个部分 就会尝试分享说 我们大概梳立了一下 所谓平台工程的现状 平台工程为什么要关注 开发者体验 对吧 那我们去关注 开发者体验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机会点 可以去让整个体验 去重构 重塑 让它变得更好 那我们梳立了三个点 第一个 非常流行 很时髦 对吧 一家公司应该有一个 所谓的 内部开发者门户 所有使用平台的人 应该在一个中心化的地方 看到你所有的平台相关的 这个能力也好 然后上手体验 APR Demo Playground 所有这些东西 应该把它中心化 它带来的体验是 比较一流的 是当下大家觉得 比较OK的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是 平台级产品 其实刚开始 刚开始大家做平台 很少有人认为 平台是个产品 很多平台是没有产品经理的 是工程师自己去写界面 能用就行 我的能力也是一流的 但是 如果你想提升 开发者的体验 应该把它当作 产品去做 那产品大家知道 会有用户体验 对吧 那对应到我们这里 就是你要注重的 开发者体验 最后一个自服务 那依然回到刚才的话题 工单不应该成为首选 所以不能说 我平台 每个平台 养一个支持团队 对吧 有一个支持工程师 你提单过来 我帮你解决问题 这是很好用的方式 但它不应该成为首选 所以开发者 如果能自服务 把它搞定 自助 自助 自助和自动的 把它搞定的话 这是最好的体验 接下来我们可以大概 快速过一下 每一个机会点 第一个 平台 工程 非常显著的一个 能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一个平台 说我们在实践平台工程 你能看到的第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所谓的 开发者平台或盟户 对吧 所以我怎么去区分 所谓的这个盟户和平台呢 盟户后面呀 它也是平台 盟户是把平台做了一个 所谓的网页化的展示 所以这个基本上能解决 大部分的这个 理解其一的情况 这是有一个基本共识度的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 社区最早呢 是有一个内部开发者平台 它这样的网站的上面对于所谓 内部开发者平台做了一些定义 认为这个平台或者蒙糊网站后面 应该有哪些基本的能力 这些东西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看到第二个呢是 这个RDP内部开发者平台 它应该有五大功能面 我们从下面这两张图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回事 下面这是Backstage这个 CNCF复划的这个项目 它基于AWS生态 绘制的这样一个图 然后这是整个 CNCF相关一些项目的罗列 那它整个把它划分为五大面 开发者控制面 集成于交付面 资源面 监控以日志 所以现在我们叫可观测性 对吧 安全面 所以看起来逻辑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 没什么本质区别 只是说有了一些新的提法 我觉得相对提的比较少的是第一个 开发者控制面 它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 就是说线上的这个系统 到底是有开发负责 还是运维负责 对吧 我的系统一再上线之后 我就完全失去控制权了 我只能通过一些监控系统 在它出问题时候了解到 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OK 那平台机产品 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对吧 然后看下一个 自服务 自服务其实 它是跟开发者的 这个所谓舒适区 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开发者的舒适区 是希望说 我们像使用 开源项目一样 使用平台 大家回想一下 当我们引入一个 新的开发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去找 这个开源项目的 排在第一位的作者 去咨询一些问题 一般情况下是很少的 对吧 我们会通过Redmi文档 直接把它搞定 所以 自服务在这一点 就显得非常重要 让开发者 回到自己的舒适圈 它的 整个研发的效能 才是最高的 OK 文化以及策略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时间关系 我觉得我很难 把它讲得很透彻 所以给大家 所以给大家呈现一个基本逻辑 我觉得在文化这一块 我们要去在内部尝试 或者说做一些重构 尝试推行所谓的平台工程 我们要考虑三大方面 第一个 文化 提倡开发者优先 它跟我们所谓的用户导向 其实是一个意思 对吧 我们做产品 一定是用户导向的 那你做平台 一定是开发者优先的 你给他用的 然后他的优先级很低 其实这个也很矛盾 对吧 那第二个是开发者旅程 其实做产品的同学知道 有用户旅程 对吧 那最后一个就是 开发者控制面 系统的控制权 应该还回给 这个系统的开发者和缔造者 OK 那这一页主要是回答了 所谓的这个平台团队 到底是 是怎么跟大家配合做事情的 对吧 就回到了说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 所谓的开发者这个体验 以及所谓开发者这个优先 这样一个逻辑 好 那开发者旅程 也是有些很成熟的内容了 这个一般是平台的产品经历 最关注的 对吧 跟用户旅程是非常一致的逻辑 只是把用户不太关注的 跟技术相关的换为 开发者比较关注的了 所以他有一些模型 有一些检验的这个清单 你也可以照着去尝试的去做 可以度量你整个平台产品的 这个开发者体验怎么样 那最后一个 开发者的控制面 有所谓三大支柱 大家一看 这不还是扣的 没有本质区别 对吧 还是整个生命周期 好 那最后一个 度量 所谓度量 是我昨天在其他一个线上 也听到大家探讨这个度量的问题 是吧 说有些东西你一旦度量 就会跑偏 但是度量又是不可不做的 那度量我们不展开 我列举一下 现在有多少的这个度量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叫 DevX360 第七个 可以把它列为第七个 所以我们从DevOps最早的指标 到Dora指标 到这个作者继续往前推进 Space这个框架 都是用来度量 到底是度量一个组织的研发效能 还是度量开发者个人的这个 开发效率 这个是有差别的 不同的框架 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更建议大家关注 CNCF的这个tag 做的平台成熟度模型的 这个0.2版本 还在草稿的这个过程中 欢迎大家关注 OK 那最后我呈现一个 所谓的平台工程的理想态 对吧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相对我们展望一下 未来这个平台工程 比较成熟的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把它这样理解 就回到了团队拓普这件事 上面是应用开发的同学 对吧 它跟平台之间 需要有一个开发者界面 所以你可以是一个 内部开发者门户 内部开发者平台 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服务目录 都要比它到处找资源 要好很多 对吧 所以开发者的这个界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整个中间的平台 我们知道有做软件开发的 有做模型开发的 有做数据开发的 对吧 可能现在也有一些 更小众的其他的这些类型 所有的这些平台 它应该在平台的上下界面 直接去关注它的这些 使用的对象是谁 对吧 软件开发的平台 一定是软件工程师在用 模型的一定是算法工程师在用 对吧 数据的一定是数据工程师在用 那平台界面的下面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基础设施 包括了中间界 对吧 当然有的说 我把中间界希望放到上面 也OK 中间界的用户 也是我们内部的开发者用户 OK 那最后一个部分 挑战 我觉得有四个非常关键的挑战 第一个 我们当下对平台工程的定义 的共识度 有了初步的共识度 但是依然有待提升 因为这种实践是 一定要经过实践来检验 确保我们的共识度是OK的 那第二点就是 平台成为很多企业 现在的一个优先选项 会优先考虑 能不能给我的 Developes实践现状 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平台工程 自身的所谓认知负荷 依然很重 就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 从自己的视角 提出对平台工程的理解 我们给出一个 80%能同意的定义 还是比较难的 这是它的第二个挑战 那第三个 整个软件的工程化程度 持续提高 但是说我们在当下 能不能带来十倍以上 甚至说更高的这种提升 来和造福我们的研发团队 和开发者体验呢 依然是一个需要 思考的关键问题 那最后一个 平台工程始于工程 但是它不局限在工程 它跟我们研发团队的 文化组织架构 及开发者协作 这些都很相关 特别是在我们国内 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是比较显著的 就换句话说 国内有很多所谓 divokes的这种教练 步道师 对吧 他到一家新的团队去 摸现状的时候 有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跟他的企业文化 怎么去融合 也就是说 大家在共识上 认知上 能不能有基本的接受度 当我不接受 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去推行它 是非常难的 OK 那趋势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个 软件工程来到了 一个所谓跃迁的边缘 我觉得平台工程 可能是这种零件状态的 推动因素之一 包括大家昨天提到的 ARJC 对于整个代码辅助 这一块带来的 这种体验 因为平台工程 在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现在 需要有一些因素 推动它 上到一个新的弹级 那第二个 所谓的无代码 低代码 这些应用 能不能持续去推进 技术的民主化 写代码 是我们软件工程师的技能 对吧 但是其实 程序软件的使用权利 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使用的 对吧 那所以说 流视团队出现了 这种想平台 团队迁移的趋势 我相信在一些 中大型组织中 大家有会发现 有些做业务的同学 坐着坐着觉得 好像K8S挺火的 我也想去做K8S 对吧 这是个人职业发展上的 一些倾向 但其实它也反映出了说 流视团队 开始往平台团队去迁移 而有一些 所谓的流视团队呢 它可能会被 我们的大模型去替代 那最后一个 ARJC在代码生成 这种场景的应用 可能进一步会提升 平台的这种价值和存在感 所以我们最后也呼吁大家说 不要再争谁死掉了 谁涌存这种话题 还是多一些具体的行动 一起推进 整个平台工程的发展 OK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所有内容 那最后呢 我们提出一个期望 让我们像使用 看源软件一样 使用内部平台 好 谢谢大家 好 时间关系 我们大概有 九分钟的QA时间 对吧 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 我觉得这是非常容易引起 吵架的一个话题 对吧 你好 老师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 你刚才提到的开发者优先 但是在公司内部 往往使用这些 内部平台的 都是已线的员工 他们没有更多的话语权 这个和您提的 这个开发者优先 是相背的 往往有话语权的领导 更关注的是 我这个功能有没有完成 我这个功能有没有写到PET里 谢谢 好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我们从两方面 尝试去回答您的问题 第一个 说我们做的这些平台 往往是一线的工程师在使用 其实他们的话语权有限 这是一个现状 一线的工程师可能就是 我们当下这个公司做的平台 就指我们的天花板 就是在这里 对吧 那你想有更好的环境 你应该跳槽到另一个 更厉害的公司去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怎么去尝试 解决第一部分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些一线工程师 他所在的团队leader 他关注什么 他关注我们以更小的投入 给业务交付更大的价值 我们希望也提升自身的这个效率 对吧 他其实更不希望说 我画更多的人 写更多的代码 这是我的业绩 这是我的结果 他一定不是这种追求 那我们能不能帮助他 在他的目标上 有更高的发展 比如说我用更少的人 对吧 用更好的开发体验 然后换来你的业务的 更长期的这种支持 可能当下这个迭代 会有一些技术的重构啊 等等一些问题 但是你要平衡短期的 这个代价和长期的代价 那么又回到以前那个古老的话题 就是我不需要设计 干脆就对业务逻辑进去就好了 然后三个月之后推导重来 我觉得这是优秀的 一线工程师的leader 他一定不会追求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上 如果能达成基本的一致 大家就会反过来 去关注所谓的开发者体验 因为开发者 一线的工程师 他写代码写得更爽 体验更好 更高效 他交付的质量 他交付的效率 理论上来说 一定会更好 对 但是第二个 还是回到最后一页 文化的问题 就是一线这些工程师 他认不认为说 平台为我提供服务 平台是在乎我的体验的 因为我们看到实践中 有些平台就是很强势的 我是一个管理平台 你要资源来这 发个单 申请向我申请 这种理念 跟我们所提倡的 这种平台工程的理念 它确实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文化上的这种树立 是很重要的一个 第二个方面 就供你参考 OK 这个 老师你好 能不能把PPT放到那个 What和Why的那一页 就这一页 我看到有一个目标 目标 比方说是降本增效什么的 但是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技术 也都是为了降本增效 比方说DevOps 其实也是这个目标 那么现在的平台工程 为什么它实践上会比DevOps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实践方式 会更好呢 果然吵架的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有个前提 说平台工程 是不是用来替代DevOps的 有些人会这样极端的认为 说DevOps已经玩完了 不行了 我就要搞平台工程 我们回顾一下 刚才整个所谓三大支柱也好 大家关注的依然是 怎么写代码 怎么编译集成把它交付 怎么在线上稳定的运行 这个流程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DevOps关注的范围 跟平台工程关注的范围 没有本质区别 它只是在文化理念上 更多了一些 特别是记不记得 刚才那个硬币的两面 对吧 我们希望看待一件事情 从360个角度去看 才能了解它真正的这个真相 但是过去我们在硬币的一面 花了太多的精力 我觉得最近三年 国内的研发效能 喊得实在是太多了 随便办一个研发效能的会议 乌洋洋一大堆人都去听了 哎呀 研发效能提高了好呀 是吧 工程师有没有想过 你是不是被压榨了 对不对 你在一个体验很差的平台上 做着很低效的努力 你的效率再高 这个事情是很难去解决的 所以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 这个硬币的另一面 多一些关注 对吧 你想商业公司做一个产品 提供一个服务给消费者 消费者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去外面扫一个单车 黄色的好扫 还是蓝色的容易打开 是吧 你是分分钟就可以做这个品牌的迁移的 那内部开发者用户没得选 公司就一个平台 那我们更应该做平台的 跟我们的平台的用户开发者 一起把它的体验做好 你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评价 同时里面还有些细节 比如说现在大家也关注说 开发者的满意度 最后会回归到 人力资源 企业文化层面 它会关注员工的幸福感 对吧 所谓员工的这个 敬满度 里面经常会有指标 公司为你提供了 相对比较先进和一流的 高效的工作工具吗 工作平台吗 很多人打没有 是吧 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尝试 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 靠人力资源给大家发个月饼 是解决不了工程师的 满意度的问题 但是你给它 写代码更爽的平台 它一定能提升它的满意度 然后平台去做用户调研的时候 你的NPS一定会变高 是吧 大家做内部平台 也会跟外面的友商对标 跟公有云的一些产品对标 是吧 这是我们强调的说 为什么一枚硬币的两面 都多一些关注 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一些 体验 让我们把平台做得更好 平台的价值 发挥的更大一些 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的答应环节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